神学小问答 275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祷神父 问 耶稣说 心神虽坚强 但肉体是软弱的 并因此要我们不断祈祷 我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 为生活忙 怎么能做到不断祈祷呢 答 祈祷确实对我们的人灵非常重要 给我们精神力量去避恶行善 修得立功 因为祈祷把我们与天主连结起来 有如葡萄枝连结葡萄树 才会不断结果实 为生活为工作而忙碌的我们 教会二千年的灵修传统 常教导说 不论何时何地 都可以重新呼喊天主 圣母 不论什么情况下 特别是开始一项工作前 都可颂念很短的祈祷文 短颂 如 天主 我感谢迷 耶稣 我爱迷 耶稣 玛利亚 若瑟 惑乎自己的主宝圣人 如果时间容许五分钟十分钟 重复念这些短诵好多遍 闭上眼镜 一呼一吸的 一定会帮助我们动荡的心 收心沉静下来 对月天主 好像传给天主一个line的讯息 会得到光照和力量去克服困难 顺利完成前面的工作 光荣天主的 常用的短诵 且已经有千年历史的 如耶稣圣明短诵 主耶稣 天主子 怜悯我这罪人 或简单说耶稣基督 很有力量的 因为耶稣许诺果 以他的名祈求的 一定会获垂允 另外一个意义相似 很有历史 很有力量和效果的短诵式 天主 求迷快来拯救我 上主 求迷速来扶助我 这也是日课经里的续经 当我感觉到诱惑来攻击的时候 想象善却没有力量的时候 不想祈祷的时候 情绪波动 忧郁或生气的时候 受委屈而没有安慰的时候 甚至高兴喜乐 有力量的时候 即不论逆境顺境 都可以使用 在逆境中 祈求天主救护 在顺境中 祈求保持不变 并防止骄傲 所以可以把这些短诵 常常放在心上 挂在嘴边 不论在工作中 在旅途中 也不论吃饭 睡觉 也不论进行任何 为生活而要做的事情 都不忘全程心理诵念 存享这些短诵 使他成为我们的座右鸣 让他时时处处陪伴着我们 有志者是进程 愿意常常祈祷的人 是可以常常祈祷的 否则耶稣不会这样劝勉我们